安家纽约 您的安家顾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东 欢迎收看地产资讯类节目 安家纽约 许多父母都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 能把子女以后的生活安排好 所以很多的父母就会送房子给子女 或者把自己名下的房产转移到子女名下 确保子女有个生活保障 不过父母什么时候送子女房产 怎样送可以做到最佳的省顺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话题 本期话题 房产如何传给子女 我们为您请来注册会计师严俊 我们听听他怎么说 严俊 您好 欢迎您再次做客 安家纽约节目 在上期节目我们专门谈了 父母如何送钱给孩子买房的话题 今天我们要直接谈 如果父母要送房产给子女的话 要怎么送 这里面是不是也牵涉到一些税方面的考量 没错 没错 那个陈东 那中国人家庭观念都很强 都很想就是自己有什么好的东西 都想将来都留给孩子 那对于父母来讲 可能中国人又喜欢投资房地产 可能房产是比较大的一块资产 那父母呢 他们会想说是 我怎么把房产给孩子 那最常见的两种方法呢 一个就是生钱赠予 就是父母在世的时候 就把这个房产购乎给孩子 那很多父母这么做 主要考虑的因素是 比如说我年纪大了 我现在就是需要孩子来帮我一把 比如说生活上啊 还有一些精神上啊 一些照顾 对 对 对 这种情况下呢 那我把房产转给我孩子 我表示一些我对孩子的感谢 还有些父母会想说 我的孩子他可能将来要结婚 我也希望就是送他一套婚房 还有的老人呢 他可能预计自己过了些年以后 可能需要用到政府的一些福利 然后进一些养老机构 这种时候呢 如果自己有房产的话 可能会成为一些负担 所以这样的老人 他也会想是不是要提前 把自己名下的房产 赠送给自己的孩子 除了生钱赠予之外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继承 就是说父母过世的时候 然后让孩子来继承父母的房产 对 所以基本上把房产 传承给子女的话 有两种方式 你该说的 一个是生钱 生钱如果把房产给子女的话 那就是叫赠予 对不对 如果是父母百年以后 由孩子来继承的话 那是不是根据遗嘱的安排 由哪个孩子来继承这个房产 这个可能要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在美国这个遗产是怎么样来操作的 那如果说是一个人离世的时候 他没有遗嘱的话 整个操作是由法院来进行的 那法院它会指定一个遗产的执行人 然后这个遗产执行人会根据法律的规定 在这个离世的人的继承人之间 进行资产的分配 这个法律程序呢 是比较花时间的 同时也比较贵 可能相应的法庭相关的费用 可能会达到总资产的10%左右 所以正是讲到没有遗嘱的 这个继承房产的方式 那如果说老人生前就有遗嘱写好 比如说他有四五个子女 他要把这个房产传给某一个 或某几个子女 这是完全可行的 是不是手续方面就会简单 而且明了得多 就不要经过什么政府的这个接管 其实还是要过政府的 但是程序上面会简单很多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讲说是每个人 不管你有没有钱 有多少钱 都一定有一个遗嘱 为什么呢 这个遗嘱呢 它可以规定你的资产 在你的继承人中间怎么来分配 你可以指定你希望哪一个人 来作为你遗产的执行人 你也可以说我将来 如果我还有未成年的孩子 我希望谁来帮助我来抚养这些孩子 所以这些事情都是蛮重要的 如果说是一个人 他有好几个继承人 他又没有遗嘱的话 可能各个继承人之间都觉得自己 可能应该多得一点 或者也会有很多的问题 那可能会花很长的时间 来执行遗产的分配 可能会花很多钱 如果有一个遗嘱的话 这方面就会快很多 也可以节省很多的费用 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有遗嘱 对 所以刚才你谈到了 这个房产要给子女的话 基本上有两种方式 一个生前的赠予 一个是死后的一个继承 那到底这两种方式 哪一种才是一个比较好的 把房产给子女的一个方式 究竟是生前送 还是死后继承好呢 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复杂的问题 具体要看各个家庭的具体情况来决定 但是税务方面的考量 应该是一个蛮重要的考虑因素 我们上期节目有讲 说是每个人有500多万的终身免税额 那夫妻双方两个加起来 有1000多万 这个终身免税额呢 是赠予税和遗产税共同享有的 如果这个人 他的个人资产 或者说是夫妻双方的总共的资产 没有超过这个终身免税额的话 不管这个人是生前赠予 还是过世的时候孩子来继承 实际上他可能要报赠予税 要报遗产税 但是他并不需要真正的去缴纳 赠予税或者遗产税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生前赠予和过世的时候让孩子继承 并没有太大的税务区别 对 因为你刚才说到 赠予税和这个继承税 里面都有一个终身的免税额 是共同享用的 那所以说你如果不超过这个额度的话 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 都是一样的 都不需要缴税 只是做一个申报的动作 但是一旦超过了这个终身的 这个免税额的话 这个税率应该就比较高了吧 对对对 联邦的税率大概有40%左右 有的州还有州遗产税 所以负担可能还会满中的 对 但是如果是我们普通的家庭来说的话 一般来说的话 父母这个资产或者房产 一般都不会超过1000万 因为夫妻两个加起来 免税额是1000万左右 对不对 那所以这里面来讲的话 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 应该都没有要缴税的问题吧 这个在资产传承这一步 就是赠予或者是继承这一步来看 其实两个没有太大的税务区别 但是获得这个资产的继承人 或者是受赠人 在处置这个资产 也就是变卖这个资产的时候 产生的税务结果 这个资产它是生前赠予获得的 还是父母过世的时候 他继承获得的 可能两个计算下来 可能会有很大的税务差异 所以这里面实际上考量的是 孩子继承这个房产以后 以后卖掉的时候 会牵涉到很多一些税务方面的问题 所以这里面就是要看 到底是生前赠送的 还是死后继承的 对吧 那所以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方面的 这么大的差异呢 我觉得可能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来讲一下这个税是怎么算的 可能最直接 假设父母他们有一套房产 这套房产买的时候是十万美金 然后父母呢 把这个房产赠送给孩子的时候 这个房产值五十万美金 父母过世的时候呢 同一道房产值八十万 然后孩子在这个房产 一百万美金的时候 把这个房产卖掉了 这是四个时间点 没错 父母买房子的时间 赠送的时间 父母过世的时间 和孩子卖房的时间 假设说如果这套房产 是父母生前赠予给孩子的 那孩子在卖这个房产的时候 他的收益是这么计算的 是卖房的收入一百万 减去父母买房子的时候的成本 也就是十万美金 他可能需要交税的净收益 是一百万减十万 是九十万美金 我们想说不对啊 那个中间很多人 他会问我说 那个严峻你说的不对 因为我这个房产 我送给我孩子的时候 这个房产是值 五十万 对对对五十万啊 为什么不是一百万减五十万呢 这个就是美国税法规定 在赠予的情况下 接受赠予的一方的成本 就是父母买房时候的成本 那这个房产在赠送的时候 值多少钱 在这个计算中是无关的 对 所以这里面 如果孩子是由赠送过来 继承这个房产的话 那他卖掉这个房子 他的收益所得税 所得就比较高了 对不对 你刚才讲了 就是九十万 政府认为说 他从这个房产里面 收益了九十万 对对对 那如果是继承的话 那又是怎么算的呢 在继承的情况下 所得税应该要缴税的 可能需要缴税的收入 是怎么计算的 是孩子卖房收入的一百万 减去孩子继承这个房产的时候 这个房产的价值 也就是八十万 那一百万减去八十万 就是等于二十万 孩子只有二十万的收入 有可能需要交税 对 所以你刚才看 刚才一个所得 这个卖房的所得是九十万 现在这个有继承方式的 这个所得算下来只有二十万 同样一套房产 这个完全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这里面牵涉到税来讲 这个差异 九十万减去二十万 这里面的差异 就有七十万的差异 对对对 那个陈东你想一下 现在美国长期资本利得税 因为你房产可能持有 都会超过一年嘛 那长期资本利得税的税率 最高是百分之二十 然后呢 因为是投资性的资产 他可能还有3.8%的附加税 然后纽约之后还会有周税 所以加起来 七七八八所得税 可能有百分之三十 七十万乘以百分之三十 那就是二十几万了 真的是蛮多钱 对 所以完全不同的 传承房产的方式 在卖房的时候 也许这个孩子 就要多交二十多万的税 对是这样 所以就说 如果父母本身资产 并不是特别的多 然后呢 从节税的角度来考虑的话 可能让孩子 继承房产 可能会更合算一些 对 从省税的角度来说的话 对 对 没错 那有人说是 我有很多朋友给我讲 说是 我没有早一点 听到你的这个 这个讯息 我已经把房产 已经送给我孩子了 对 那我 对对对 我还有什么补救的方法 实际上 在美国房产 还是有些 其他的免税条款 比如说 其中一个 就是说 如果孩子 在拿到这个房产以后 以后变卖 在他变卖房产之前的 过去五年之内 他有两年 把这个房产 作为他的主要居住地的话 一个孩子 他有25万的免税额 如果他结婚的话 夫妻双方有50万 这样的话 可以节省不少的税 也就是说 他卖房的所得 里面有50万 是可以免税的 对 是这样的 对 好 那严峻 我还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无论是继承也好 赠送也好 孩子得到这个房产 但是这个房产本身 还有一些贷款 没有付清 就是父母亲 这时候贷款 还没有付清的话 那这时候 这个贷款要怎么解决呢 这个具体要看银行的条款 很多银行的抵押贷款 它会有一个条款 就是说 如果这个房产的产权 发生了变更 那这个还没有付清的房贷 就全部都必须马上付清了 这种情况下 可能会造成蛮多困难的 因为可能房贷金额比较大 没有人一下子 可以把这个钱还清 政府后来又出台了一个法律 说是对于这个条款 会有一些例外情况 什么样的例外情况呢 就是说这个房产 是自住房 是自己家里自己住的房子 并且赠予的对象 是配偶或者是孩子 法律上面还是买房的人 也就是父母有这个义务 要去还房屋贷款 那小孩他能不能跟银行讲说 是现在这个房子是我的了 然后我想自己来还这个房贷 可不可以呢 他可以向银行提出申请 但是银行他并没有义务 说是一定要同意这个转化 好 所以林俊你刚才跟我们谈了 这个房产怎么样传给子女 有两种比较基本的一些方法 那这里面可能都会牵涉到 一些税方面的一些问题 可能有些民众认为说 那干脆父母和子女 一起联名来买房 是不是就省掉了 很多的这些税务方面的 一些考量的问题 那有关这个话题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广告之后 我们再接着聊 欢迎回到安家纽约节目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来谈谈 父母如何送房产给子女 林俊我们在上半段已经说到了 如果父母要把房产传给子女 有两种方式 生钱赠予父母百年之后 来继承这个房产 很多人说那干脆父母 在买房的时候 直接把子女的名字 写在这个产权上面 房契上面 那这样就避免了很多 会牵涉到一些赠予税 继承税的方面一些问题 这样是不是更简便 更直接 更好 我觉得陈栋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都问我 说是我知道美国有赠予税 那我就买房的时候 我就直接把孩子的名字 加上去 是不是就可以规避这个赠予税了 答案是否定的 只要说是这个房产 如果买房的钱 是父母出的话 然后孩子从这个房产中 有一定份额的所有权 那就视同为父母出了钱 给孩子去买这个房子 这就是一个赠予行为 可能就有美国赠予税的影响了 所以首先第一点 父母在考虑把孩子的名字 加到房契的上面的时候 就要考虑是不是会有美国赠予税的考量 对 那如果确实这个在社区里面 还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因为就是父母和子女一起联名来买房 这时候联名买房 也许是资金共同的出资来买这个房子 这是一种联名 还有一种确实像你讲的 就是父母有这种考量说 干脆以后这个房产就是要给子女的 干脆这时候就把子女的名字加进去 那这样子来说的话 这种持有产权的方式 是不是也是一种考量 就是到底是怎么样一种联名的方式 这里面也有一些不同的这种做法 对吗 对对对 都叫联名持有 就是说孩子和父母的名字 都在这个房契上 但是实际上还是有不同的持有方式的 一种叫tenancy in common 就是说共同持有 还有一种叫joint tenancy with surviving ownership 就是说联名持有 有遗产继承权的联名持有 这两种听起来名字很相似 但实际上从法律角度上来讲 实际上是有一点差异的 比如说如果是共同持有 这种情况下 父母比如说持有50% 孩子持有50% 那双方都可以在有生之年 根据自己的意愿 对自己的50%进行处置 如果其中的一方过世了以后 他名下的那50% 会根据他的遗嘱 或者是法庭的程序 如果他没有遗嘱的话 根据法庆的程序 来分配给他的继承人 所以这个是刚才我们说的 是共同持有 对不对 按照份额来分配 那所以说父母亲 他完全可以处置这50% 我可以传给跟我联名的那个孩子 那那个孩子如果不孝顺的话 他完全可以传给另外的子女 对不对 他可以自己来处置 那另外一种你该讲的 就是联合产权 对不对 联合产权很像是不分 这个里面具体的份额 是不是 那这样子来说的话 这个有什么讲究呢 联合产权通常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双方 就是联合持有的 双方中的一方先过世了 那他名下的那个产权 在这个房子里面的产权 就自动地成为 还在世的那一方的产权 那这样子来说的话 可能就更简便 就免了什么一些遗嘱啊 生前的一些纠纷的一些问题 就是说在房企上面 那个孩子就自动地拥有了 整个房产 对不对 所有的股权 很多人他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家里的资产 它不想外流 那如果说将来孩子的家庭 有什么变化的话 我怎么样来最好的保存 我自己家族的资产 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解释 几种资产类型 夫妻之间有两种资产 一种呢是个人单独所有的资产 一种呢是夫妻联合持有的资产 那如果很不幸出现了 夫妻之间发生了一些争执 要分手的情况的话 那夫妻两个人的联合资产 是需要做在婚姻里面做分配的 那夫妻中单个人的各有资产 是受法律保护 是不需要做财产分割的 什么样的资产是夫妻中一方的 单独的资产呢 比如说这个资产是夫妻双方 在结婚之前就已经获得的资产 或者说是这是离婚中的一方 明确的从其他人那里 明确的说明了这个资产是 就是赠送给夫妻中这一方的 受赠的资产 或者说是如果说是夫妻双方 他有婚前协议啊 或者说是有婚后协议啊 明确的讲了 说是这个资产 是我个人的资产的话 那这种情况下 都是在离婚的时候受保护的 所以如果说是父母在考虑 要把资产赠予给孩子的话 最好写一个赠予书 明确的说明这个房产 是送给孩子一个人的 而不是送给孩子的家庭的 对 所以我们刚才都说到了 这个房产怎么赠送 传承给孩子的几种的一种方式 但是现在在社区里面 还流行一种信托的方式 这种信托的方式 很像大家并不是很熟悉 但是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 把房产传承给子女的 一种比较妥当的一种方式 对吗 对对对 我曾经有朋友他问过我 他说 严峻我有个房产 我有几个孩子 然后呢 我大儿子对我特别好 然后呢 我也希望我将来年纪大了以后 跟大儿子一起住 我也希望他帮我养老 现在呢 我有一些担心的事情 我担心什么呢 我担心 如果我现在就把我这个房产 给我儿子的话 他会不会将来就对我不好 然后我也没有办法 因为我房产都已经转给他了 对 这是我最大的资产 我都已经给他了 然后呢 如果我现在不把房产 给我大儿子的话呢 他又很担心 他说妈妈 我很愿意来赡养您 但是你看我们有这么多的兄弟姐妹 如果说是现在没有一个妥善的安排的话 会不会将来会起到争执 然后我可能最后拿不到多少钱 这种情况下我就会 我有跟我朋友讲说 其实有一个信托应该是蛮适合你们家的 这个叫qualified resident trust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把一套房产放到一个信托里面去 然后呢 这个信托规定 房产现在的持有人父母 可以一直在这个房产里面居住 然后直到他过世 然后他过世了以后呢 这个房产就自动地成为这个信托规定的那个受益人的房产 所以用这种方法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双方的顾虑了 妈妈的顾虑和儿子的顾虑都可以解除了 对 那这种信托的方法是不是比较可行 也就是说他申请的手续手续费是怎么样一个过程的呢 信托呢 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但是呢 我们刚刚讲的这种信托呢 是一个比较具体 相关规定比较明确的信托 那很多的律师呢 他可以帮你做这个信托 因为因为他的目的很清晰 律师他不需要跟你进行很多很多很复杂的沟通和规划 所以说相应的成本和管理费用会比较便宜一点 好 非常谢谢严峻 那还有一些个别观众 可能有他们自己的个别的问题要向你提问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你问我答 父母子女人民买房是否影响子女申请大学奖学金 如果父母是中国身份 想在美国买房送子女需要交正义税吗 如何避免让子女的另一半离分后拥有父母正义的房产 好 严峻你看有三个观众向你提了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父母和子女要联名买房 是不是会影响子女今后申请奖学金 那个这个奖学金的申请 就是说能不能拿到financial aid 这个的计算公式其实蛮复杂的 但是简单来讲呢 他计算的时候他会考虑收入和资产的情况 那他会考虑就是申请人 也就是学生他自己的收入和资产情况 也会考虑父母的收入和资产情况 是父母和孩子联名持有的 但是这个房子是家里的自住房 自住房是不算在计算孩子的资产的这个比例里面的 好 第二个问题问的是 如果父母是中国的身份 想在美国买房送给子女的话 这里面是不是要缴赠予税 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要反复跟电视机前的观众强调的一点 就是说在中国的父母 就是没有美国身份的父母 如果在美国想要把房产赠送给孩子的话 可能这是一个很不可取的方法 因为他赠送的资产是美国资产 然后呢他自己的终身免税额只有六万块钱 所以很容易这个房产一赠送 马上就有赠予税的影响 可能就要交满多赠予税了 对 因为要送一个美国的房产孩子 这个除非你这个房产在六万块钱以下 就不牵涉交税的问题 但是很少有房产在六万以下 对不对 你超过六万以上的 你都牵涉到很大的一笔赠予税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问的是 如何避免让子女的另一半在离婚以后 拥有父母赠予的房产 刚刚我们也有讲到 说是夫妻如果因为什么不幸的原因 要分开的时候呢 那资产会进行一个分割 这个资产的一部分 是夫妻双方各自持有的个人资产 还有一种呢 就是夫妻持有的共同财产 如果说是这个房产 是父母在孩子结婚之前 就送给孩子的话呢 这个是属于孩子的婚前财产 一般情况下都是受法律保护 那另一半的配偶是拿不到的 但是如果说是孩子已经结婚了 然后父母呢 想送房子给孩子 又有这方面的担心的话 那在赠送的时候 就要写好一个赠予协议 明确地讲说是 我送给孩子的这个房子 就是给我孩子的 不是给他家庭的 这样的情况下呢 这个房产也是受法律保护的 非常谢谢严峻 今天给我们详细介绍了 这个父母如果要送房给子女的话 有几种方式 这里面也牵涉到一些税务方面的一些考量 所以看来不仅买房有所讲究 那么送房也要多做准备 我想看完这期节目 观众朋友应该有所受益 本期嘉宾观点 房产传给子女可由赠予或继承方式进行 有遗嘱的继承房产手续较为简单 赠予税和遗产税 共同享有终生免税额 联名买房有共同产权和联合产权两种方式 安家纽约节目就是希望成为您安居置业的顾问与帮手 您可以通过电话 电子邮箱 把你的建议和意见告诉我们 您还可以通过新浪微博 Facebook Twitter来关注我们 与我们互动 获取第一手的房产资讯 想观看本节目更多的精彩视频 请登陆美国中文网和YouTube 好 感谢您收看安家纽约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 它位于皇后区西北角 与曼哈顿隔东河相望 在那里你能尝到各国美食 能体验到丰富多元的社区文化 就真的是每一户的价格 差不多是增长了十万左右 下期安家纽约 带您走进皇后区Austoria 解读这个多元文化区的地产 西北 西北